莫阳在惊讶的同时 陈碧山已经开始双腿发软 通过两人简单的对话 他知道原来韩三千和莫阳认识 而且看这样子关系肥浅 更重要的是 韩三千在莫阳面前的态度 依旧是嚣张狂妄 没有丝毫收敛 这让陈碧山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因为他怀疑自己眼花了 所以才会产生错觉 一个小屁孩而已 怎么可能有胆子 用这种态度对待莫阳 可是揉了眼睛之后 眼前的一切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而且陈碧山能够感受出来 莫阳似乎对韩三千有些忌惮 这让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自己这是得罪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竟然连莫阳都会怕他 从某些方面来说 莫阳并不是害怕韩三千 而是对未知的畏惧 因为他不知道 韩三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背景 而韩三千的表现 却又像是有大背景在背后支撑 这才是莫阳所担心的 我并不是陈碧山的保护伞 欠过一个小小的人情 今天准备还给他 莫阳对韩三千解释道 哦 韩三千饶有兴趣地看着莫阳 问道 你准备怎么还 莫阳一脸尴尬 换做其他人 他可以帮陈碧山 顺便也就把这个人情还了 但对方是韩三千 他还能做什么呢 他绝不可能因为陈碧山 而和韩三千结仇 在不知道 韩三千身份背景的情况下 一旦和韩三千成为仇人 会得到马上扬的后果 是莫阳无法想象的 三千 既然这件事情跟你有关 这份人情对我来说 也就不值一提的 你打算怎么处理陈家 莫阳问道 当这句 打算怎么处理陈家的话 从莫阳嘴里 说出口之后 陈碧山终于明白 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只要韩三千一句话 莫阳必然会帮助他对付陈家 而陈家在莫阳面前 一只手指头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搞定 这绝不是闹着玩的 小兄弟 这件事情因陈飞而起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陈碧山懂得汽车宝帅的道理 虽然他很宠溺陈飞 但是现如今自身难保 他还有什么资格去保护陈飞 如果失去陈飞 能够还来陈家的稳定 陈碧山不介意 把陈飞推到火山口 韩三千淡淡一笑 看向陈碧山说道 刚才一口一个小东西 怎么现在改口了 陈碧山额头直冒汗 他刚才不知道 韩三千这么厉害 语气自然也就有些不屑 对韩三千的称呼 也是大不敬 而现在 知道韩三千和莫阳之间的关系 他哪还敢叫韩三千小兄弟呢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小兄弟 能够给一个补偿的机会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陈碧山说道 韩三千看了莫阳一眼 又看了看陈碧山 陈飞终究是陈碧山的儿子 他即便愿意在这时候 将陈飞推出来顶罪 但是这件事情 会一直烙印在陈碧山的心里 只要他有机会 还是会给韩三千找麻烦 之前 韩三千就说过 解决麻烦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彻底搞定麻烦的来源 韩三千不想这种 跳蚤一样的小角色 对他造成困扰 毕竟 这一次只是打了小龙而已 万一下一次 他们将目标放在七云 甚至是苏英夏身上呢 莫阳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对付陈家 韩三千对莫阳问道 将这个选择落在莫阳头上 必然使得他难以选择 但是莫阳很快就考虑清楚了 区区一个陈家而已 怎么能跟他自己相比呢 而且有句俗话说得好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大难当头 自然是先保住自己更加重要 一天时间 天界便可在云城除名 莫阳说道 轰隆 这句话对于陈碧山来说 如同晴天霹雳 他知道 如果是莫阳要这么做 陈家根本就撑不了一天的时间 莫老大 你不能这样 我曾经帮过你 你欠我一个人情 你说过会还给我的 现在 你就有机会 只要你能保住陈家 我和你便两不相欠 陈碧山满脸慌张地对莫阳说道 莫阳冷冷一笑 说道 别怪我 要怪只能怪你 惹了不敢惹的人 陈碧山不甘心地摇着头 他要是知道 韩三千这么不好惹 他绝对不会用刚才那种态度 对待韩三千 不知者不罪 小兄弟 我什么都不知道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陈碧山对韩三千说道 韩三千对莫阳说道 说出口的话 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收回了吧 当然 莫阳语气坚定地说道 韩三千淡淡一笑 说道 既然这样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明天 我不希望听见 任何有关于陈家的事情 明白 莫阳知道 韩三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韩三千希望 安静低调地处理陈家 而不是闹得满城风雨 陈家在云城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要翘无声息地解决陈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以莫阳在云城的地位 要办到也不难 而且即便有风声传出去 只要让外人知道 这件事情和莫阳有关 他们也绝对不敢轻易议论 就在韩三千准备离开陈家的时候 敏锐的他 已经听到了电梯开门的声音 而且通过他对脚步的判断 来人应该是一个年轻人 轮回陈家的年轻人 大概率就是陈飞 这让韩三千嘴角微微上扬 他回来的 还真是时候啊 当房门打开的时候 门外站着的人 果然就是陈飞 正准备拖鞋的陈飞 看见韩三千的时候 震了一下 随即连鞋都没来得及拖 便朝韩三千走去 他安排了很多人去找韩三千 但是没想到 韩三千竟然会出现在他家里 这对陈飞来说 正好是送上门了 有父亲在场 韩三千还不得翻来覆去的死 韩三千 你胆子可真是不小啊 居然敢在这里出现 你知道这是哪吗 陈飞一脸猙獰地笑着 对韩三千说道 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 韩三千说道 哈哈哈哈 陈飞放声大笑 说道 既然你知道是我家 还来送死吗 陈飞冲到韩三千面前 直接揪起了韩三千的领口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像是要吃了韩三千一般 而这时候的陈飞 完全没有发现 还有墨洋在场 陈碧山被这一动作吓坏了 甚至感觉到心惊胆战 陈飞嚣张跋扈是他惯出来的 他很清楚陈飞的性格 但是在这种时候 陈碧山已经容忍不了陈飞目中无人的态度 陈家生死 不过是在韩三千一念之间 而现在 他竟然还敢这样威胁韩三千 已经腿软的陈碧山 强撑着走到陈飞面前 一拳打在陈飞脸上 逆子 你犯下这么大的错 还不知道悔改吗 陈碧山怒吼道 陈飞被一拳直接给干猛了 这可是他家里 而且打他的人 还是平时非常宠溺他的父亲 这让陈飞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爸 你 你打我干什么 陈飞一脸迷茫地对陈碧山问道 陈碧山气得咬牙切齿 浑身发抖 说道 你知不知道自己招惹了什么样的人 你真以为云城里 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吗 这句话 更是让陈飞有些猛逼 不过就是一个小屁孩而已吗 而且 他已经找人查过了 这人根本就不是云城的人 在云城没有任何背景 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陈飞才敢说出 要让韩三千死的话 但是现在 事情似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爸 你怎么了 陈飞问道 陈碧山现在恨不得亲手杀了陈飞 只要能够换来韩三千的原谅 能够让陈家有一条生路 他不介意亲自结束陈飞 只可惜 即便他这么做 或许也不可能挽回大局了 陈飞 你胆子可不小啊 连我的朋友都敢对付 这时 墨阳开口说道 听到这个声音 陈飞才察觉到家里 原来还有其他人 当他寻着声音看去的时候 陈飞顿时惊呆了 墨阳 这不是墨阳吗 怎么会出现在他家里 而且 当陈飞细细品味着 刚才墨阳说的话时 他更是有一种灵魂被掏空的感觉 他的朋友 难道说的是 韩三千吗 韩三千是墨阳的朋友 而他 竟然放话要杀韩三千 这一刻 陈飞终于明白 陈碧山的态度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而韩三千 也不是送上门让他对付的 而是他带着墨阳 来找陈家的麻烦了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的陈飞 总算的知道自己面对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墨老大 他是你朋友 陈飞战战兢兢地问道 不错 墨阳语气坚定地说道 晴天霹雳 这两个字对陈飞来说 是这辈子听过最有震撼力的话 因为这意味着墨阳会出面针对陈家 而他的出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陈飞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的嚣张中有一日会毁了自己 韩三千对陈飞问道 陈飞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而是他从来不认为 暴音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知道陈碧山和墨阳之间 有过一段情分 真惹出了大事 还能让墨阳帮忙一次 那时候吸取教训 以后低调一点便行了 这是陈飞一直以来的想法 所以他才这般肆无忌惮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会在墨阳的朋友头上动土 陈家和墨阳之间的情分 在这时候 明显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你这个逆子 还不给他道歉 陈碧山一脚踹在陈飞身上 他希望能够用尽一切的办法 得到韩三千原谅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保住陈家 陈飞的自尊心 不允许他这么做 但他也是一个明白现实的人 他知道得罪了墨阳会是什么下场 如果连陈家都没有了 那么他那可笑的自尊心 又有什么用呢 陈家公子 沦为街头乞丐 自尊心还有意义吗 陈飞当即便对韩三千跪了下来 说道 对不起 我不该冒犯你 我为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情 给你道歉 如果道歉能够解决问题 这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了 很显然 道歉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有用的 而且韩三千 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不允许留下任何的隐患 这件事情了结之后 我会再来找你 韩三千对墨阳说道 墨阳不知道 韩三千找自己干什么 但他所说的了结 墨阳很清楚 是什么意思 陈家已废 没有任何人能够就得了 但韩三千离开之后 陈家父子两人绝望的表情 几乎是如出一辙 虽然陈飞不知道之前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的 但韩三千所谓的了结二字 他却明白是什么意思 陈飞嚣张了这么多年 也是得罪了许多的人 但是他从未想过 自己招惹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孩 却换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而且还是墨阳亲自出面 使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墨老大 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打个电话 陈碧山一脸祈求地对墨阳说道 天昌盛 墨阳淡淡一笑 陈碧山如同小鸡灼米一般点着头 他现在只能期盼由这位商界第一人出面帮他解决麻烦 但是墨阳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陈碧山彻底绝望了 你可能不知道他和天昌盛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了解 天昌盛已经把云顶山别墅区的山妖别墅送给他了 最近正在装修 相信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入住 你认为天昌盛会帮你吗 墨阳说道 陈碧山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他很清楚山妖别墅意味着什么 而天昌盛将山妖别墅送给韩三千 这足以说明韩三千在天昌盛心目中的重要性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云城道商两届的第一人 都会对韩三千这么重视 他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惊天背景 墨老大 我这是得罪了什么人 陈碧山满脸无奈的苦笑 已经认命了 因为他知道 没有任何人可以扭转局面 但是在被毁灭之前 他想知道韩三千的身份 让自己死得明目一些 说起韩三千的身份 墨阳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关于这件事情 即便是他 也没有去真正的细想过 但是他在知道天昌盛对待韩三千的态度之后 就已经非常清楚 韩三千是个不可招惹的人物 对现在的墨阳来说 知道这一点 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韩三千究竟是谁 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墨阳会尝试着调查一下 但是时机不成熟 墨阳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他可不想无端端地把祸事招惹到自己身上来 更不愿意因此而得罪了韩三千 墨阳是靠着拳头起家的 按理来说 他的胆量会更大 也是一个更不怕事的主 但是面对韩三千 他内心隐藏了许久的畏惧 却会开始蠢蠢欲动 这对于墨阳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就连他的直觉都告诉他 不能招惹韩三千 他自然也就不会这么做了 你得罪的人 就连我都无法想象他的身份 所以你面临这样的下场 也是理所当然的 墨阳淡淡地说道 陈家父子二人 绝望地摊坐在地上 对于求生的挣扎 已经没了半点欲望 而韩三千三人在离开陈家之后 回到车上 七一云便对韩三千问道 他们会怎么样 成年之后的七一云 见了很多社会的阴暗面 但现在的他 还不太适合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韩三千并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说道 我的麻烦已经解决了 至于他们会怎么样 重要吗 七一云见韩三千 不愿意给自己明说 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了 你在燕京 已经无人不知 而且地位非常高 为什么要来云城呢 七一云好奇道 韩三千如果留在燕京 必然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毕竟那是一线城市 而云城 却是个不入流的十八线城市 两者之间 根本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所以七一云觉得很奇怪 韩三千为什么会舍弃燕京 来到云城 这句话 对小龙来说 是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他至少知道了 自己的老大 是从燕京而来的 而且 这也让小龙 有些折舌 从燕京来的厉害人物 那可是真厉害 而且 七一云也说得很清楚 老大即便是在燕京 也无人不知 而且地位非常高 地位很高 就表示 很厉害吗 韩三千笑着说道 不然呢 七一云反问道 对于男人来说 金钱的追求是第一步 而通常有了钱的男人 就会对于权力 展现出贪图的欲望 这几乎是 每个男人都会有的心态 有句话说得好 钱是身外之物 而权力 才是男人最华丽的外衣 有了钱的男人 谁又不想拥有权力呢 对我来说 不论是钱 还是地位权力 都没有意义 我只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韩三千说道 你追求的生活 又是什么样的 七一云好奇道 他不自觉地 想要对韩三千 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他的直觉 告诉他 自己和眼前这个男人 会有很多的故事发生 你的话有点多了 这是我的私人事情 韩三千笑着道 七一云不满地多了嘟嘴 撇过头去 不再说话 老大 我们去哪 小龙对韩三千问道 把我放在学校 你送他先回酒店 韩三千说道 为什么我要先回酒店 七一云立马反驳道 不是我的所有事情 你都能参与的 韩三千淡淡道 在这一刻 七一云感受到 一股莫名的冷冽 韩三千的语气 似乎已经把它拒之千里 这让七一云觉得 心里空荡荡的 早晚有一天 你会后悔对我的态度 七一云满脸傲娇地说道 韩三千一点不在意 七一云说的话 当车到了学校的时候 韩三千便下车了 七一云透过车窗 眼神紧盯着韩三千 虽然现在的他 还不懂得什么叫爱 但是他的内心 却已经对韩三千 萌发了一颗爱的种子 甚至可以说 从七一云决定 来云城的那一刻起 这颗种子便已经萌芽了 站在学校门口 静静地等着放学 韩三千还刻意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服 从不在意 自己对外形象的韩三千 在面对苏英夏的时候 却是格外的谨慎 去酒店的七一云 在车上对小龙问道 你老大为什么要去学校 他有认识的人吗 关于这件事情 小龙其实有过猜测 韩三千和苏英夏之间 肯定有什么关系 甚至有可能自己这位老大 喜欢苏英夏 否则的话 那次就不会让他们 出面教育苏海超 不过这种有关 韩三千的私事 身为小弟的小龙 可不敢随随便便去讨论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小龙说道 七一云看着小龙 明显有些掩饰的表情 知道他肯定清楚些什么 只是不敢说而已 你要是告诉我 我帮你介绍女朋友 怎么样 七一云说道 小龙情不自禁地 咽了咽口水 女朋友这种事情 以前他可不敢想 毕竟正经的女生 也不愿意 跟他一个盲流子在一起 但是如果有七一云介绍的话 说不准 还真能够帮小龙 摆脱单身狗的困境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给我介绍 十个女朋友也没用啊 小龙还是坚守住了 自己的立场 女朋友可以找 但如果出卖了老大 被老大给一脚踹了 想要再找到 这么厉害的老大 那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七一云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不能从小龙嘴里 掏出话来 让他有些不太甘心 是和女生有关吧 七一云继续说道 小龙眼神 变得有些飘忽 不敢说话 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 但这样的表现 已经最够让七一云 肯定自己的猜测 这就让七一云 更加不服气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生 可以让韩三千 忽视她的存在 难不成 是美若天仙 沉于若艳 正当七一云 在猜想 韩三千 究竟为了什么样的女人 而忽视她的时候 韩三千 已经在校门口 等到了苏盈夏 当苏盈夏 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 便看到了韩三千 因为他经常会被 苏海超和苏一涵堵门 所以 下意识地会看看 周围的环境 这已经成为了苏盈夏 潜意识里 会做的事情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韩三千 竟然会在这里 在第一次碰面之后 苏盈夏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总觉得 这个男生的出现 似乎并非那么简单 而且这已经是 第三次见面 他像是在刻意 等着自己一般 由于经常被人欺负 所以 苏盈夏很容易 对一个陌生人 产生惊惊感 他会担心 这个人是不是苏海超派 来故意恶搞他的 所以 看到韩三千之后 苏盈夏便低下了头 想要假装 马上都没有看见 然后离开 韩三千见状 直接走到了苏盈夏身边 虽然他知道 这么冒昧的行为 或许会让苏盈夏 对他产生忌惮 和距离感 可是每当 韩三千 看见苏盈夏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 和他亲近 毕竟 这是他未来的老婆 苏盈夏 能够给韩三千 带来的感觉 是其他任何女人 都无法做到的 你好像在躲着我 韩三千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达到最温柔的状态 对苏盈夏说道 苏盈夏依旧没有抬头 而且还加快了 脚下的步伐 似乎想要尽快离开 你是苏海超派来的吧 苏盈夏说道 这话让韩三千 有些猛逼 他怎么会是 苏海超派来的呢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难道你忘了 我和你第一次见面 可是救了你 而且还打了苏海超的 韩三千说道 你就是故意用 这种英雄 救美帝伎俩来接近我 然后找机会打击我 我懂 苏盈夏说道 韩三千哭笑不得 特别想说一句 你懂个屁 但想想这是自己的老婆 在现阶段说这种话 恐怕会更加 让苏盈夏对她不信任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和苏海超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韩三千一脸严肃地说道 听到这句话 苏盈夏心里生起了一丝疑惑 难道这个人 真的和苏海超没有关系吗 既然没有关系 那么她 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既然不是苏海超派你来的 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苏盈夏说道 这时候的苏盈夏 并没有完成云城第一美女的蜕变 所以男生靠近她 绝不会让苏盈夏觉得这是别人对她的好感 我想跟你做朋友 行吗 韩三千试探性地说道 语气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因为她害怕被苏盈夏拒绝 朋友 苏盈夏愣了一下 在学校里 她一个朋友都没有 因为苏海超告诉过她身边的所有人 谁要是敢和她当朋友 就是苏海超的敌人 而苏海超在学校里又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 即便是同班同学 都会刻意地疏远苏盈夏 更别说有朋友了 你知不知道跟我做朋友会有什么下场 苏盈夏对韩三千问道 韩三千这就有些奇怪了 不就是当朋友而已吗 还能有什么下场 我不太明白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韩三千说道 苏海超不允许任何人和我当朋友 我的朋友 就是他的敌人 他会对我的朋友报复 苏盈夏解释道 这话让韩三千心中怒意腾生 他本以为苏海超只是偶尔会欺负一下苏盈夏 没想到他竟然做得这么过分 连苏盈夏有朋友这件事情都不允许 在这种情况下 韩三千可以想象苏盈夏在学校里 是如何被排挤的 你觉得 我会怕苏海超吗 韩三千淡淡道 这个问题 倒是值得苏盈夏深思 如果他真的怕苏海超 上次就不会打苏海超了 但是这可不代表苏海超 不会继续给他找麻烦 而且 苏盈夏知道 苏海超借用苏家的背景 认识了很多厉害人物 上一次吃亏 是因为苏海超身边没有人 如果让苏海超找到机会 把那些厉害人物搬出来 他恐怕就没能力 对付苏海超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别被苏海超看见 他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 苏盈夏提醒到 被韩三千救过一次 他心存感激 所以 他不想因为自己 而害了韩三千 韩三千笑了起来 区区一个苏海超而已 背后 不就是苏家吗 还能复杂到哪去 韩三千闭着眼 用一根手指头 对付苏家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韩三千笑着问道 苏盈夏莫名的脸红了 而且 直接红到了耳根 这种娇羞的样子 让韩三千看得心愿一马 即便是面对 更强烈的诱惑 即便是那些 身着性感的女人 在韩三千面前 搔手弄姿 她都从未有过 这样的感觉 可苏盈夏 仅仅是简单的害羞 就让韩三千 有些想如飞飞 甚至还让韩三千连 想到了重生之前的天雷地火场景 我和你又不熟 为什么要担心你 苏盈夏说道 韩三千看得出来 苏盈夏 完全就是口是心非 这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好的信号 苏盈夏会担心她 这说明她在苏盈夏 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 只要在家把劲 就能够更加 靠近苏盈夏身边 至于如何将朋友 发展成恋人 这种小手段 对韩三千来说 完全不成问题 骗姑娘这么简单的事情 韩三千要是不会的话 那她也枉为众生一事了 既然苏海超欺负你 从今天开始 每天我都来等你放学 送你回家 怎么样 只要有我在 苏海超就绝对没有 欺负你的机会 韩三千说道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苏盈夏疑惑地问道 她可不会觉得 韩三千喜欢上自己 因为学校里 比她漂亮的姑娘 可太多了 在这方面 她是完全没有优势的 因为 我是你朋友 刚才我们已经说好了 难道不是吗 韩三千笑着道 这话让苏盈夏 完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虽然她也并没有答应 韩三千 可韩三千 这般死皮赖脸 她似乎也无法反驳了 正当苏盈夏 绞尽脑汁 想着 应该怎么回答 韩三千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心里突然 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而通常这种感觉 来临之后 就是苏海超出现的时候 女人的直觉 通常都是非常准的 而苏盈夏在这方面的感觉 也从来没有错过 当她抬起头 果然 苏盈夏带着一帮人 远远地走了过来 这让苏盈夏有些慌乱 赶紧对韩三千说道 你赶紧走吧 为什么 韩三千笑着道 苏盈夏看见了苏海超 她自然也看见了 也明白苏盈夏 为什么会让她离开 苏海超来了 苏盈夏说道 韩三千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是问你为什么要走 而是问你 我为什么要害怕苏海超 这个问题对苏盈夏来说 很容易理解 因为苏海超还带着一帮人 而且 那帮人显然是苏海超找来 对付韩三千的 他现在不走 还能干什么 难不成 要被苏海超打一顿吗 你难道没看见他带着人吗 苏盈夏 一脸焦急地说道 他被苏海超气负惯了 这些都是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而且 苏海超对他也不会做得太过分 毕竟他们还是亲戚 但韩三千就不一样了 上次打了苏海超 这一次苏海超找人来 摆明是要报复的 这要是打起来 韩三千肯定会受伤的 看见了 我又不瞎 韩三千淡淡地说道 眼看着苏海超距离越来越近 苏盈夏内心已经快要急死了 但是他却发现 韩三千一脸淡定的样子 似乎一点都不害怕 难道就算苏海超带了帮手 他还是能对付吗 小子 等了你这么多天 你可算是出现了 苏海超上次被小龙吓唬住 对他来说是一件颜面尽失的事情 毕竟他怎么说 也苏家的人 在一个小混子面前低声下气 这让苏海超一点面子都没有 不过当时为了不挨打 苏海超也只能放低自己的身段 但今天不一样了 苏海超早有准备 哪怕是小龙再出现 他也不会害怕 而且他完全可以 把小龙教训一顿 为自己出气 你找来的这些帮手 很能打吗 韩三千问道 苏海超得意一笑 这些可都是真正在道上混的人 打架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日三餐 每天都不可或缺 能打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小龙那种垃圾 在我这些朋友面前 连个东西都算不上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苏海超冷笑道 看来 还要做一下身份介绍 你说 我听 韩三千笑着道 给了苏海超一个显摆的机会 苏海超脸上的得意表情 越发浓烈 他还真怕连介绍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就没办法体现出他的能耐 他们都是基远的手下 怕了吧 苏海超说道 啥 韩三千一脸错 基远这是个名字吗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你竟然连基远 基哥都不认识 苏海超冷声道 似乎这是一个大人物 不知道他 就是不尊重的意思 但是韩三千 的确没有听过这个所谓的基哥 而且 这个名字 也真是够奇怪的 怎么会有人叫基哥呢 不好意思 我的确是没有听过 不过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有人 取这么奇怪的名字 韩三千好奇地问道 这句话 让苏海超身后的那几个人脸上 明显带着怒气 因为 韩三千的表现 是对基哥的不敬 小子 你嘴巴放干净点 你他妈找死是吧 信不信 我下你一对手脚 几人对韩三千威胁道 面对这些话 韩三千表现的依旧是淡然的模样 在他看来 这个名叫基远的人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否则的话 他怎么会从来都没有听过呢 估摸着 是在墨阳的地盘里 夹缝求生的小人物罢了 我不认识 难道还不行吗 韩三千无辜地说道 苏海超这么介绍 是为了自己显摆自己认识大人物 可韩三千居然不认识 这让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所以 心里难免会有些不甘 继续对韩三千所道 基哥是墨老大的手下 最信任的手下 墨老大 你应该知道了吧 韩三千笑了 原来还是墨阳的手下 不过这家伙 怎么会有一个叫基哥的手下 重生之前 也没有听他提到管 啊 原来是墨阳的手下 你早点这么介绍 不就可以达到显摆的目的了吗 只可惜 就算是墨阳亲自来了 又如何呢 韩三千笑着道 他刚和墨阳见了面 而且陈家还因为得罪他 即将遭到墨阳亲自摧毁 以家族实力来说 陈家在苏家之上 就连陈家都会被连根拔起 苏家又算个屁 小子 你胆子真大 竟然敢直呼老大的名字 你是不想活了吗 你想死 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 那几个小混子突然暴躁了起来 因为韩三千直呼了墨阳的名字 这在他们看来 是对墨阳的不敬 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而苏海超健壮 忍不住冷笑了起来 他原本只是打算让这几人 教训一下韩三千的 但是现在看来 韩三千的下场 绝对不会只是受伤那么简单了 无视墨阳 这在云城来说 几乎就是死罪一条 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 苏英夏 这是你从哪找来的白痴 竟然敢对墨老大这么不敬 苏海超对苏英夏说道 苏英夏刚才听了韩三千的话 也是心惊胆寒 虽然他还小 但是关于墨阳的事情 三岁以上的小孩 几乎都有所耳闻 他当然也就明白墨阳在云城 有多厉害的地位 韩三千刚才的那些话 要是被墨阳听见 估计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你注意自己的言辞 墨老大在云城 是没有任何人敢得罪的 苏英夏对韩三千提醒道 这句话 让苏海超大笑了起来 因为现在的提醒 已经晚了 不敬的话 韩三千已经说出口 这是怎么也摆脱不了的事实 韩三千从苏英夏的眼神里 看到了恐惧 这说明 苏英夏是真的非常害怕墨阳 这让韩三千内心的 保护欲直接就爆棚了 走到苏英夏跟前 韩三千的手 搭在苏英夏肩膀上 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不就是一个墨阳而已吗 有我在 你任何人都不用害怕 不害怕墨阳 这在云城 是一个让人笑不出声的笑话 但是 苏英夏感受到韩三千的手掌时 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这让苏英夏 自己都觉得很矛盾 韩三千 可是没有把墨阳放在眼里 这种安全感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小子 你是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跟我们走 某小弟走到韩三千身边 直接抓住了韩三千的手臂 这毕竟是大街上 大庭广众之下 他也不能轻易对韩三千动手 所以只能 先把韩三千带离 这个热闹的地方 韩三千眉头 微微一凝 这种不尽之举冒犯到他 只要他愿意 对方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你先回家 韩三千对苏英夏说道 苏英夏的潜意识告诉他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用非要被韩三千拖下水 可是 他内心又有另一个声音 毕竟 这件事情是因他而起的 如果不是他 韩三千也不会得罪苏海超 如果他就这么走了 似乎有些太不将道义了 正当苏英夏 想着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苏海超让苏英夏 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你也跟着一起走吧 让你看看你这位蠢货朋友 会是什么下场 苏海超说道 对于一直欺凌苏英夏的他来说 上次的情况 多少有些丢脸 所以这一次 他必须要让苏英夏亲眼 见识到自己的厉害 这件事情 跟他没有关系 韩三千说道 有没有关系 是我说了算的 而不是你 苏海超冷笑道 韩三千知道 这家伙就是想在苏英夏面前 显摆自己 让苏英夏更加害怕他 既然这样 韩三千没有在说什么 就当是成全一次苏海超 两人被带离了热闹的街道 走进了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 通常斗殴之内的事情 都是在这种环境之中发生的 这也是小混子 最喜欢用来打架的场所 不会被人看到 而且 小巷空间也不大 对方也不容易躲和逃 苏海超居然掏出了一包烟 熟练地抽了起来 小小年纪 竟然已经学会了抽烟 苏英夏也是第一次看到 苏海超抽烟 所以略微有些讶异 你居然抽烟 苏英夏问道 苏海超叼着烟的姿势 显得非常老练 淡淡地说道 很奇怪嘛 男人抽烟才有魅力 这话差点让韩三千笑出声 也不知道 苏海超从哪理解到的这件事情 抽烟的魅力 在于男人本身 有魅力的男人 抽烟会让人感觉更有魅力 而一个小屁孩抽烟 只会让人觉得可笑而已 赶紧打吧 这小子可是连你们老大的老大 都不放在眼里 还不给他点教训 苏海超对那几个小混子说道 苏英夏看了韩三千一眼 这要是真的打起来了 韩三千肯定会吃亏 韩三千救过他一次 他可不忍心 韩三千被这些人打 海超 你放过他吧 苏英夏低声下气地 对苏海超说道 放 苏海超冷冷一笑 他找这些人来蹲韩三千 就是想要给自己找回面子 现在这种时候 又怎么会放过韩三千呢 不过苏海超见苏英夏 愿意为韩三千求情 心里倒是产生了一个念头 如果利用这件事情 细耍一下苏英夏 这倒是不错的 想要我放了他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愿意为了救他 给我下跪吗 苏海超笑着说道 下跪 苏英夏虽然被苏海超欺负惯了 但是 他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 而且 他们之间是亲戚 是同辈 怎么能够下跪呢 听到这句话的韩三千 眼神里已经跳动起了怒火 如果这番话是对他说的 韩三千顶多会冷笑一下 但是要让苏英夏受这种屈辱 不管对方是谁 在韩三千眼里 只有死路一条 重生之前 韩三千已经让苏英夏受过太多的屈辱 如今重回一世 韩三千绝不愿意看到苏英夏再受到半点委屈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出现在云城的原因 韩三千突然对那几个小混子 发起了主动攻击 以韩三千的实力 几个小混子的下场 可想而知 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之下 几人已经纷纷倒地 苏海超正幻想着自己应该怎么戏耍苏英夏 眼前发生的一幕 直接让他猛逼了 他找来的这些人 虽然算不得什么高手 但在混子里 打架伸手 也算是不错的 更何况只是对付一个 跟他差不多同龄的孩子而已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才对 但是现在他看到的 很显然是小看 韩三千而付出的代价 怎么可能 苏海超一脸惊叹地说道 苏英夏也有些瞠目结舌 他还想着怎么避免下跪 让苏海超放了韩三千 没想到这眨眼之间 韩三千居然已经把那些人打倒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韩三千面如冰霜地走到苏海超面前 苏海超叼着烟的双唇开始颤抖 不自觉地向后退 你 你要干什么 别过来 别过来 苏海超惊慌失措地说道 你要让他下跪 韩三千声音冰冷地问道 苏海超下意识地摇着头 说道 没 没有 我没说过这种话 你听错了 一定是听错了 韩三千故意做了一个窝耳朵的动作 说道 你的意思是 窝耳朵有毛病吗 苏海超依旧只能摇头 刚才的气势荡然无存 废物的气息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 你别过来了 不然 不然我 苏海超说到这里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 韩三千轻易把那些混子放倒 他难道还有勇气敢对韩三千出手吗 就在一分钟之前 苏赢夏还在担心害怕 可是这一刻 他却在韩三千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以至于他看向韩三千的眼神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苏赢夏不知道 韩三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 但是他却感觉自己和这个男生之间 似乎有一段注定的缘分 当然 现阶段的苏赢夏 对于缘分的理解并不深刻 他只知道 自己可以和眼前这个男生做朋友 因为有他在 自己就不会受到伤害和欺负 眼看着韩三千已经走到苏海超面前 苏海超彻底下的腿软了 要不是苦苦支撑 早就已经贪坐在地 不过即便在强撑的情况下 苏海超的双腿还是发抖的非常严重 并且脸色都变得苍白无比 我听说 谁要下跪 韩三千直勾勾的盯着苏海超 当这句话说出口之后 苏海超便明白了韩三千的意思 但是他在苏赢夏面前 通常都是高高在上的态度 怎么能够在苏赢夏面前跪下呢 被苏赢夏看了笑话 他今后奶还有脸出现在苏赢夏面前 可是不轨 他又扛不住韩三千所带来的压力 一旦韩三千对他动手 他可就要受腐肉之苦了 哥们 你知道我是谁吗 苏海超咬紧牙关说道 韩三千淡淡一笑 这家伙是准备用苏家的身份 来威胁自己了吗 只可惜 韩三千就连天昌圣和墨阳都不给面子 又怎么会把区区苏家放在眼里呢 苏家在云城 不过是个三流世家而已 你不会以为可以用苏家吓唬我吧 韩三千淡淡道 苏海超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三流世家 苏家的情况的确如此 但也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小看的 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说明他的地位绝对不会比苏家低 这时候 苏海超意识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自己想要报复的人 在云城的地位 恐怕比苏家都高 在这种情况下 他哪里还有资格成为韩三千的对手 而且 这件事情一旦闹大了 不只是他会遭殃 恐怕还会连累到苏家 那时候必然会更加严重 甚至 苏家 有可能 为了保住自己 把他踢出家族也不无可能 只要我肯跪下 你就能放过我吗 苏海超问道 这种话对韩三千来说 并不意外 因为他清楚 苏海超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家伙完全属于窝里横 面对外人的强大 他只能是一个废物的表现 但是 苏赢下就非常惊讶 苏海超会这么说 因为在苏赢下的心目中 苏海超是个性格非常强势的人 他怎么会愿意给人下跪呢 这得看你跪下之后 我的心情如何 如果我心情好的话 可以让你滚蛋 韩三千说道 苏海超用余光看了看苏赢下 在他面前跪下 绝对是会让苏海超颜面扫地的 但是这时候 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 而且他也不敢多问 如果心情不好又会是什么下场 对不起 说完这三个字 苏海超喷的一声 双膝跪了下来 苏赢下双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苏海超竟然真的跪了 那么嚣张跋扈的苏海超 那么目中无人的苏家少爷 竟然说跪就跪了 韩三千一脚踹在苏海超的肩头 苏海超在地上滚了一圈 滚吧 今后你要是再敢乱来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还有整个苏家 韩三千淡淡道 苏海超连滚带爬地跑了 没有一丝犹豫 因为他感觉自己 在韩三千面前是危险的 只有离他越远 苏海超才会越放心 苏赢下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幕 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他认知中的苏海超 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走吧 送你回家 韩三千对苏赢下说道 啊 哦 哦 苏赢下慌神了片刻之后 才稳定下了自己的情绪 眼神复杂的苏赢下 不停地用余光打量着韩三千 这时候的他 并没有太多复杂的心思 但是对韩三千的身份 却非常好奇 为什么 他似乎一点都没有 把苏家放在眼里 虽然说 苏家在云城的地位的确不高 但是相比起一些普通家庭 还是算非常厉害的 韩三千可以不放在眼里 说明他的地位更高 可是 苏赢下以前 却从没有听过这好人物 觉得我很帅 所以才一直偷偷看我吗 韩三千察觉到苏赢下的余光之后 笑着问道 苏赢下竟是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说道 你可真自恋 韩三千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说道 难道我还不够帅吗 像我颜值这么高 而且还这么厉害的人 可不多啊 苏赢下面对韩三千这种盲目的自恋 只能露出一副无奈的神情 他偷看韩三千 只是因为好奇 韩三千的身份而已 可不是因为韩三千长得怎么样 我只是好奇 你究竟是什么人 苏赢下说道 我是什么人 重要吗 韩三千反问道 当然重要 苏赢下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要知道你是好人 还是坏人 如果你是坏人 我要就距离你远远的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坏人吗 而且我还救过你 你怎么能把我当坏人呢 韩三千一脸无辜地说道 苏赢下撇了撇嘴 好坏之分 可不是平三言两语就能够决定的 而且 韩三千虽然救过他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证明 韩三千就是好人 谁知道 你救我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呢 如果有 你就是坏人 苏赢下说道 韩三千哭笑不得 没想到在苏赢下的心目中 他已经变成了坏人 而且 韩三千也不能否认 自己没有其他目的 毕竟 他现在做的事情 是接近自己的未来老婆 不过这种事情 他可不能告诉苏赢下 否则的话 肯定会把苏赢下给吓坏的 好人坏人都不重要 我不会伤害你就行了 而且 如果有任何人欺负你 你都可以告诉我 不管是谁 我都能帮你 韩三千说道 苏赢下转过头 表情复杂地看着韩三千 他说 任何人欺负他 都可以让他帮忙 这种话在云城 谁敢乱说 商界天见 道上墨阳 这两才是苏赢下 所知道的最厉害的人物 难不成 他比这两人还要厉害吗 怎么了 韩三千疑惑地问道 你这么会吹牛吗 苏赢下说道 韩三千愣了一下 苦苦一笑 道 我可没有吹牛 我说的话 百分之百真实 苏赢下摇头晃脑 说道 虽然我年纪小 但是 我听奶奶说过很多次 在云城 最厉害的人是天洁和墨阳 你说 任何人欺负我 你都可以帮我 这还不是吹牛吗 难道我就不能比天昌盛和墨阳 更厉害吗 韩三千一本正经地说道 苏赢下笑而不语 显然不相信韩三千的话 虽然韩三千比他大 但终究还是 一个小屁孩而已 怎么可能 有这两人厉害呢 而且他姓韩 和天昌盛墨阳两人 不可能存在任何的亲戚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苏赢下更加不可能认为 韩三千会比这两人厉害 我要回家了 今天谢谢你 苏赢下说道 为什么谢我 韩三千好奇地问道 谢谢你让我见识到 原来苏海超也是一个耸货 苏赢下笑道 韩三千挑了挑眉 苏海超这个家伙 岂只是一个耸货 那是绝对废物到骨子里的东西 把苏赢下送回家之后 韩三千今天的任务 也就算是圆满完成了 而且他和苏赢下的关系 明显更进了一步 这让韩三千非常满足 现在两人称之为朋友绝不过分 而成为了朋友 这段关系便可以慢慢发展加深 另一方面 苏海超回到家里之后 之前面对韩三千的距异 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 虽然他知道 韩三千很有可能是一个身份 比苏家还要厉害的人物 但是作为牙字必报的苏海超来说 如果没有确定 韩三千的身份 没有肯定的证据证明 韩三千在云城比苏家的地位高 他内心的报复火苗 就永远都不会熄灭 所以他打起了调查 韩三千身份的念头 只要查出韩三千的背景 他就能够知道自己 有没有报复的机会 今天这一柜 让苏海超颜面尽失 要让他假装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放好书包 苏海超直接去了苏家别墅 既然要调查 韩三千的身份 找老太太问一问 是最简单直接的 因为老太太 是最清楚云城情况的人 但是 在去别墅之前 苏海超还是打探了一下 苏家别墅的情况 他可以在老太太面前撒娇 但是面对严肃的苏家老爷子 他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现在苏家老爷子 还没有去世 整个苏家 还在老爷子的掌控中 他作为一个严肃的人 是苏家后辈 每一个人都害怕的角色 淳怡 我爷爷在家吗 苏海超偷摸地 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名叫淳怡的人 是苏家别墅的庸人 三十多岁的妇女 长得非常有女人的风韵 苏海超甚至在小小年纪 就对淳怡有过非分之想 每一次到苏家别墅 苏海超都会暗地里 偷偷打量淳怡 这种成熟女人的魅力 对苏海超来说 几乎让她控制不住 偷窥的欲望 今晚老爷子要开会 所以还没有回家 淳怡说道 那太好了 说完 苏海超就挂了电话 然后风风火火地 赶去了苏家别墅 苏家当初买下这栋别墅 几乎是倾尽所有 而这么做的原因 是苏家老太太 执意未知 因为她说过 只有这样 才能够 让苏家挤上 社会阶层的更高地位 虽然说 社会阶层是挤上来了 但是由于别墅 投入的资金 导致苏家的一个项目 资金链断裂 这个危机 差点让苏家破产 最终还是苏家老爷子 力挽狂澜 才没有让破产的事情发生 但是苏家老太太 却从来不认为 自己买别墅 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因为在她的观念里 想要得到别人的承认 就必须要用物质 来堆积才行 连别墅都住不上 又怎么自称是家呢 苏海超来到别墅的时候 淳衣正在打扫卫生 蹲在地上的她 领口若隐若现 苏海超故意 走到了淳衣的面前 以高度视角 打量淳衣 而且还装出一副 天真烂漫的样子 淳衣 我奶奶呢 苏海超问道 对于这么一个小孩子 淳衣没有半点的防备心 笑着说道 在后院 你今天不用做作业吗 这么早就来了 苏海超眼神 直直地盯着山间鸿沟 连眨眼都有些舍不得 说道 老师看我长得帅 没有给我作业 淳衣淡淡一笑 已经习惯了 苏海超的满嘴油腻 说道 你快去找你奶奶吧 我还得打扫卫生 没工夫跟你闲聊了 口干舌燥的苏海 超咽了咽口水 不舍得扭头走了 来到后院 苏家老太太正在细心地 打理着小花园 这里的花草 都是名贵级别的 以苏家的经济实力 其实并不足以 让老太太这么放肆 但是 她却喜欢享受 这种高逼格的生活 她可不管苏家 有没有经济实力 只要是她喜欢的 她就会买 而且从来不会 考虑苏家的情况 哪怕是用公司的钱 老太太也不介意 至于挪用公司的钱 所造成的后果 老太太认为 只有要苏家老爷子在 就可以解决 所以 她也从来不会去操心 老太太绝对是一个 自私到了极点的角色 奶奶 苏海超喊道 老太太一看到 苏海超便满脸笑意 这可是她是宝贝大孙子 作为一个重男轻女的 老观念人物 女生在老太太心目中的地位 是永远都无法 和男生相比的 海超 你怎么来了 老太太问道 奶奶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赶紧来看看你 苏海超的嘴巴 就像是抹了蜜一般 逗得老太太开怀大笑 你这臭小子 就会说好听的话 讨奶奶开心 不过奶奶 还就喜欢你这一套 说吧 又有什么事情 要奶奶帮忙的吗 老太太问道 对于苏海超 老太太还是很了解的 知道她无事不登三宝殿 而且 说话这么好听 显然是有事情要求她 不过老太太喜欢这一套 所以 即便明知道 苏海超有目的 她也不介意 奶奶 我就是想你了 所以才来看你的 苏海超 一副匿外的样子 走到老太太身边 接过了老太太手里的水壶 老太太拍了拍手 一本正经地说道 既然你 只是来看我的 那你可就没机会 提出要求了 嘿嘿 苏海超善善一笑 知道自己假装不下去了 这要是把话说死了 等会儿 还怎么开口 奶奶 其实我找你 只是一点小事情而已 苏海超说道 对于早有预料的老太太来说 她没有半点意外 很理所当然地问道 说吧 究竟是什么事情 奶奶 我想知道 咱云城 有没有一个很厉害的家族 是姓韩的 苏海超问道 厉害的韩姓家族 老太太皱起了眉头 对于云城上流社会的情况 她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而且 各大家族 她更是如数家珍 就没有她不知道的 但是这姓韩的家族 她还真是没有听说过 是啊 而且要很厉害的那种 比咱苏家还要厉害 苏海超说道 老太太直接摇了摇头 以她的了解 绝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而且还是比苏家厉害的 她更是没有听说过 所以 她与其非常坚定地说道 没有 比苏家厉害的家族 没有我不知道的 但是这里面 并没有姓韩的 真的没有吗 苏海超皱起了眉头 如果那个姓韩的小子 没有比苏家厉害的背景 她怎么会一副 不把苏家放在眼里的样子呢 奶奶说的话 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而且 云城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有这样一个寒家 我绝不可能不知道 老太太肯定地说道 苏海超 还是非常相信 老太太的 因为她常听老太太说一句话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她说过苏家 要想成为 云城一线家族 就必须要了解 自己的所有对手 所以 她整天干的事情 就是去研究其他家族 虽然这么做 没什么卵用 但是对于这方面的了解 恐怕整个云城 都没人能够跟她相比 可这就奇怪了呀 既然没有这样一个寒家存在 那个韩姓小子 又怎么敢在她面前狂妄呢 突然 苏海超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那个韩姓小子 该不会是故意虚张声势的吧 对 一定是这样 苏海超暗自咬了咬牙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虚张声势 自己怎么可能会给她跪下呢 这时候的苏海超 已经完全忘记了 她在韩三千面前所面对的恐惧 只当韩三千 故意摆出一副 不把苏家放在眼里的样子 是在吓唬她 怎么了 你和姓韩的人 结仇了吗 老太太好奇地问道 苏海超赶紧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我有一个朋友 在我面前吹牛 我只是想证实一下 看来 他真是骗我的 老太太淡淡一笑 说道 没其他的事情 别打扰我了 赶紧回家吧 苏海超 又是一番腻歪的话之后 和老太太告了别 当然 在临走之前 苏海超还是不忘和淳一打招呼的 小小年纪的她 早就对淳一动了坏心思 只是现在 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 否则的话 苏海超恐怕早就做出某些畜生的行为了 酒店里 七云一个人闷在房间 还在纠结究竟是什么样的女生 值得韩三千扔下她 七云在研制方面 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 虽然她现在年纪还小 但是在自己的老家 喜欢她的男孩子可是一点不少 但是韩三千在面对她的时候 似乎没有半点这方面的感觉 这多多少少会让七云心里有些不服气 当听到开门的声音之后 七云立马躺在了床上 装作睡觉的样子 以韩三千现在的实力 想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睡觉 那太简单了 七云的动作根本就骗不了她 不过韩三千也没有拆穿 顺理成章的当七云已经睡着了 你才回来吗 这时候 七云一副慵懒的样子坐起身 还伸了一个懒腰 韩三千淡淡一笑 说道 今晚吃什么 你去哪了 七云没有在意韩三千的问题 而是问出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 学校 接一个朋友 韩三千也没有隐瞒 因为七云即将念同一所学校 这件事情迟早都会被她知道 没有隐瞒的必要 女生 七云继续问道 是 漂亮吗 韩三千犹豫了一下 说道 没你漂亮 这么说并不是在贬低苏英夏的颜值 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出发 苏英夏的颜值的确没有七云高 而且今后即便成年了 当七云摘下眼睛之后 依旧不是苏英夏能够相比的 韩三千活了两世 他所见过的女人多不胜数 但要真正以颜值排名的话 七云绝对是第一名 不过颜值对韩三千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和苏英夏的关系 也并不是因为颜值开始 没我漂亮 你为什么要去接他 七云好奇道 有很多原因 但是现在还没办法告诉你 这是我的私事 韩三千说道 七云气得嘴巴鼓鼓 他千里迢迢来到云城 可是专为韩三千的 但韩三千显然对这个女生 比他更上心 你喜欢他 七云说道 当然 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韩三千大方地承认道 七云心里咯噔一下 他只是说气话 所以才会问出这个问题 他却没有想到 韩三千竟然会这么痛快地 给他答案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七云说道 我比他漂亮 难道喜欢我不是更好吗 还是这么爽直的表现 不过还好韩三千早就已经适应了 所以也不会觉得诧异 不过这也让韩三千有些头疼 这么早和七云相遇 今后恐怕免不了 要被七云霸王硬上弓啊 为了不继续和七云讨论这件事情 韩三千只能转移了话题 对七云问道 今晚吃什么 我请客 七云面对韩三千的逃避问题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屑和不满 冷冷地看了韩三千一眼之后 说道 减肥 韩三千笑了笑 说道 都还没发育完全呢 就开始减肥 不怕发育不良吗 说完这句话 韩三千刻意地看了一眼七云的胸前 这让七云恨得咬牙切齿 这两小孩的交流 像极了成年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韩三千除了身体表现像是孩子以外 其他的任何方面 他都是一个成年人 而七云则是拥有着早熟的心态 所以 有这样成熟的表现也不例外 韩三千最终还是带着七云去吃了晚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 七云几乎是想方设法的套话 想要知道 那个值得让韩三千去见的女孩究竟是谁 而韩三千则是做好了全方面的防御 没有把苏银下的任何讯息透露给七云 不过这样做 只能隐藏意识 关于苏银下的信息 迟早都会暴露在七云面前 这是韩三千无法改变的一点 不过能够晚一天知道 就晚一天知道吧 韩三千只能希望这两个曾经的姐妹 千万别因为他而成为了仇人 第二天一早 韩三千收到了小龙传来的消息 有人在云城打探他的信息 这让韩三千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苏海超 因为陈飞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教训 他绝对没有胆子做这种事情 而除了陈飞之外 韩三千在云城有矛盾的人 也只剩下了苏海超越格 至于苏海超为什么要调查他 韩三千也很清楚 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应该是要确定他的身份 对苏家没有威胁之后 才会想其他办法来对付他 苏海超是一个典型的 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 也可以用另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在没有把自己做死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会停下做死的脚步 不过 韩三千没有必要把这种 跳梁小丑的角色放在眼里 也就任由他去了 什么时候触犯到韩三千的底线 韩三千自然会让他去见阎王 今天我要去一趟天检 你等会来接我 韩三千对小龙吩咐道 老大 我早就在酒店楼下了 你随时下来都能见到我 小龙说道 作为一个称职的司机 小龙几乎是24小时待命 他现在连自己在小巷的家都不回了 直接睡在车上 而且这车里的空间和环境 一点不比他的出租乌差 更重要的是 小龙担心这么好的车 被人擦挂磕碰了 要是找不到凶手可就麻烦了 行 我马上下楼 韩三千说道 七一云这时候已经整装戴发了 戴着眼睛的他立马变得丝丝纹纹 而且颜值的优势也被一副黑矿眼镜给遮盖了大半 你为什么喜欢戴眼镜 韩三千好奇地对七一云问道 这样才不会让太多男生对我产生好感 七一云很平淡地说道 似乎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件平平无奇的小事 韩三千无奈一笑 其他女生都是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 而七一云却是故意戴上眼镜去遮盖自己的颜值 难道这就是长得好看的女生才有资格任性的事情吗 两人下楼之后上了车 韩三千对小龙说道 先去学校 小龙应了一声 偷偷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七一云 然后又看了看韩三千 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来到学校门口 小龙停下车 韩三千对七一云问道 你一个人能搞定吧 你连校长都搞定了 难道还有谁能够阻止我吗 七一云淡淡地说道 韩三千笑着说道 希望你第一天上学顺利 七一云没有回应 而是直接下车了 下车的第一时间 七一云便做了一个推眼镜的动作 这是很多戴眼镜的人的习惯 但是这样的简单动作在七一云身上发生 却变得不简单了 老大 嫂子推眼镜都这么有魅力 小龙笑着说道 韩三千不得不承认 七一云的确是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魅力 而且他在颜值方面的优势 会让他的魅力变得更大 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韩三千几乎没有见过 可以和他媲美的 但是小龙这句嫂子 让韩三千面如冰霜 你嫂子可不是他 韩三千说道 听着这冰冷的语气 小龙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知道 韩三千更在乎另一个女生 不过这让他有些想不通 因为素银下显然没有七云好看 男人不都应该喜欢漂亮的吗 老大怎么会选择一个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女生 当然 这只是小龙的想法 他可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口 否则一顿暴打 可是他承受不起的 老大 去天界吗 小龙赶紧转移了话题 走吧 开着车 再次来到天界别墅 这辆车 已经成为了天界别墅的贵客 由天昌盛亲自下达的命令 只要是 这辆车开进天界别墅 任何人都不得阻拦 而且 即便是天界内部的亲戚成员 也必须要为这辆车让路 不得不说 韩三千已经无形中成为了整个天界的贵宾级人物 即便是那些目中无人的天界亲戚 在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也会忌惮三分 天昌盛把话说得非常清楚 不管是谁 一旦得罪了这辆车的主人 都会被驱逐出天界 他们可不想被赶出天界大门 车辆驶入天界别墅之后 天昌盛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虽然他不知道 韩三千为什么会突然来天界 而且还是这么早的时间 但天昌盛还是第一时间 站在了家门口迎接韩三千 天联得知 这件事情的时候 连睡衣都没来得及换 便朝停车场跑去 对于天联的过分热情 韩三千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这小妮子 是被韩三千当做妹妹对待的 所以 韩三千也只能接受